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全面将隔美方面提四大要求,中美即将启动第四轮贸易谈判,但双方均止由副部长带队显示只是事态性接触,美媒消息美方将提出四大关键要求但专家们对此都不报多大希望广告。 中共商务部8月16日宣布中共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你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牵头的团队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一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随后确认了这次对话并称预计双方将讨论实现更平衡贸易关系的举措。 此前灾乱中美贸易谈判,中方均由习近平经济智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队,美方牵头的是财政部长美努钦或商务部长罗斯·迪斯伦谈判的规格明显降低。 华尔街日报16日,引述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这次中美经贸磋商只是事态性会谈,如果进展不顺利双方可以挽回圆面上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财政部筹备这次磋商时,一直把重点放在对中方的要求清单上。 美方已提出的要求包括中共降低关税,停止强制美国公司转让技术,放宽外企的市场准入,以削减美中贸易逆差。 谈判的另一项议题是人民币汇率美方将要求中方将人民币汇率推升至贸易战之前的水平。 美国多年来都在谴责中共操纵货币今年4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又累计下跌近10%,削弱了美国关税制裁的效果。 彭博社8月16日分析称经济学家们这次对话都没有报太多,期望经济学家实践到表示,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在贸易方面并没有权威美方,这次提出的要求都涉及中美贸易的关键问题。 提着和美方前几次谈判,要求中共进行实质的结构性改革一脉相承,其中有关削减贸易差距的要求,并不包括此前中方提出的一次性采购清单不过。 中共一直坚持趁涉涉及知识产权和中国制造2025的内容都是中共核心利益,绝不让不究其原因。 所谓经济上的强大一是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8月6日香港南华早报曾引述消息称,中美已经进行了非正式的贸易对话,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进展十分缓慢。 香港媒日前分析,中共当前的贸易战策略是托自绝,期盼美国中期选举能够削弱美国总统川普的权力,从而改变美国贸易政策。 但是,中共经济已经陷入困局很可能先拖垮自己而白宫官员,已多次向北京喊话。 趁川普一直坚定贸易战政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而改变白宫安全顾问博尔顿趁,贸易战一直会打到北京妥协为止。 目前川普在国内的支持率超过51%超越此前十届总统,相应的共和党的支持率也在,上升北京期望落空的可能性,还在不断增加此前几个月。 北京对贸易战的应对策略已有多次变动前后不一左右不定,显然被川普政府已有多轮误判。 有消息称,中共内部直到目前还在低估美方纠正中共贸易不公行为的决心,有中共体制内学者,趁早在他今年年初访美时就发现, 华盛顿圈子对贸易战的整体策划已经接近尾声,而当时中共一方对贸易战没有任何准备,还在认为打不起来不过。 也有美国学者分析形势发展,到今天无论北京是否误判都已没有退路不论是让步还是抵抗到底,对中共来说都已是输局。 因此北京态度近日又转向强硬日前,川普签署美国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118次提到中国中共并明确与中共长期战略竞争, 是美国根本性的优先战略。 美国将在外交、经济、情报、执法以及军事领域与中共全面对抗该法案的出台或代表自由阵营和共产阵营的新一轮冷战已经开启有外媒评论, 如果川普连任总统并坚持遏制中共有望令中共倒台,从而彻底终结共产主义。